现在大家看到的一个ID POS 它是可以一键进入子屏的 它支持iPhone的A7到A11的一个CPU系列 然后现在开机状态的话 我们看这一个软件 这里面是有一个设备信息 是一个燕机助手 可以看到原厂值跟读出来的数值 然后是有正常或者是异常 然后在主界面 这里会有 这里会有说明进入DFU模式的一个操作 是支持iPhone然后支持iPad系列的 现在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模式 我们现在进入DFU看一下 长按音量下键跟关机键 然后等待屏幕黑屏以后5秒 然后我们松开开机键 然后等待手机进入DFU模式 现在这个软件已经读出来了 是一个DFU模式 然后这里面有一个一键子屏 我们看一下 点击一键子屏 现在手机是 软件是已经在操作了 就是手机会进入一个子屏的一个模式 进入子屏模式以后 我们是可以备份到底层 然后这里有备份底层 写入写入备份 然后清空底层修复底层 然后这一边是有一系列的称号 一共16项的一个称号 对 现在我手机是已经进入了一个子屏的一个模式 然后我们点这里 读取全部信息 进入这个读取信息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系列号 型号码 然后WiFi地址 蓝牙地址 这些一共16串 然后这些信息在里面可以读写跟更改 然后 这边是有一个一键WiFi的解绑 WiFi解绑可以一键解绑 直接点入 点击WiFi解绑 这里会显示 WiFi解绑完成 然后这里有一个更多的一个工具 它会支持一个 关闭日版跟韩版的一个拍照静音 修复C21 它要跟修复DTP的一个信息都在里面 好 这个就是一键进入子屏的一个盒子 它是搭配这个软件使用的